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您可真得揉了 应粉丝要求 今天给待会儿安排一道家庭门门的酸菜鱼详细制作方法 首先,咱们准备一块鱼肉 这种鱼肉在我们当地叫巴萨鱼 也有个地方称呼为龙立鱼 这种鱼肉有一点好处 它没有鱼刺 买回来之后,让它自然融化就可以了 然后把鱼肉片成片 一推一拉 都是这么大的片 咱们切的片大小无所谓 但是包厚一定要均匀 这样它成熟的都一样 这一条鱼肉,圈哥花了15块钱 也是相当便宜,价格不贵 然后把鱼肉先放到盆里边 咱们简单腌制一下 圈哥今天做的家庭版本的酸菜鱼 在市场之间买现成的酸菜鱼料 好人家盆的 味道绝对没毛病 里边有一包酸菜 还有这一包酸料调料包 还有一包腌鱼料 咱们把腌鱼料放入鱼里边 然后咱们家里边有鸡蛋的 放入一个鸡蛋清 其他的咱们什么都不用放 它这个料包里边有咸味 鱼肉口就够用了 把鸡蛋抓散 挂在鱼肉上面 把鸡蛋清抓散 抓着融合就可以了 看鱼肉的状态 哎鱼肉上面像有一层饱饱的粉糊的状态 这样鱼肉才能保证爽滑鲜嫩 好咱们先放在一边备用 底菜圈哥准备点金针菇和黄豆芽 这都是洗干净的 大家伙底菜可以随意选择 你往里边放点豆腐啊 哎或者是油麦菜呀油菜呀都可以啊 喜欢吃什么咱们就往里边放什么 半锅料头咱们切点姜沫 好 先放到盆里边 然后咱们再剁点蒜沫 蒜沫稍微多剁一点啊 然后跟姜沫放在一起 然后再切点辣椒段 不用太多啊 来切几半就行 然后把辣椒纸都抓散不要 好先放到盆里备用 把锅烧热咱们放点猪油 然后放入姜沫 咱们剁好的蒜沫呢 放一半咱们留一半啊 把料头的香味爆出来了啊 咱们放入酸菜包 把酸菜先炒香 把酸菜的水汽给它挥发掉 把它香味炒出来 酸菜下锅炒至40秒左右 然后咱们加入开水 家里边没有猪骨汤的啊 一定要放开水 然后把咱们底菜放锅里边 然后再把调料包放里边 然后把炉火调成大火 汤烧焙之后咱们尝尝口味 因为食物定位 适口则人 有的朋友们吃酸的鱼 你喜欢吃酸一点的 如果你尝尝汤酸味淡的熊鸭 你再往里边加点白醋 保持大火炖煮了将近两分钟 这豆芽和金针菇完全成熟了 咱们先捞出来 先放到盆底 然后咱们把火调成小火 把上浆好的鱼片放到锅里边 一片一片往里边下 别着急啊 鱼片全部下锅 咱们再把炉火调成烧至大点火啊 轻轻的把鱼肉推散 看这鱼肉啊 雪白雪白的非常漂亮 汤烧沸之后 这鱼肉啊都成瓶 软火大公一样 在散开中期间 轻轻的进行 巴仙有潮 do 轻软入鱼肉 下锅完全满水 叫骑學位置 轻轻的了 起烈火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